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火 小少爷 小少爷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吓我一跳 时间不早了 书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书 书房 杨少 我今天还有事呢 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啊 你有什么事啊 来不及了 你去哪儿啊 早饭还没吃呢 法宝归位 快点水吗 快点儿碧 给点儿水吗 熊熊熊 快点儿水吗 给我闹了 pastor 给点儿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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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点儿水吗 给点儿水吗 好 可不 快 快 跑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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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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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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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救他 水 谢谢哪吒少爷 不用叫我少爷 叫我哪吒就好了 哪吒少爷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路过 看到你们在运水 就过来帮忙了 醒了 醒 醒 醒 太好了 谢谢哪吒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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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我 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用谢我 大胆 汉情严重 为何停滞不前 哪吒 你怎么在这 什么事儿 您听我解释啊 爹爹 我 我怎么跟你说的 在外面如何称呼我 将军 禀将军 因为天气酷热 这位将士 我命你在府里读书习字 你去私自跑出来 扰乱军心 该当何罪 将军 其实 替哪吒求情者 一律军阀处置 将军 如今天下大汗 属下只是想出来 为百姓做点事儿 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顶天立地 怎么能天天 在府里头待着 旱灾之事 岂能轮到你操心 我 本将军自有解决之策 自有解决之策 所以您的决策 就是一点一点 把水运给百姓 是吗 这样只能解得了燃眉之急 还会活活把属下给累死 说得倒轻巧 旱灾乃是天灾 又岂是人力所能左右 我相信人定胜天 总会有解决办法 就算是把天头给空落 我也一定会把 银河之水清洗下来 放肆 竟敢说出如此 大逆天神之话 还不快回府自行 待本将军治罪 你别要拿军令来压我 明明是你管教无法 凭什么关罪于我 你 你扰乱军心 灭视军威 来人 把哪吒给我拿下 你又回去 我都骗过回去 哪吒 飞走 咱们 可不要 参见父王 东海旱灾之事 办得怎么样了 父王放心 东海之事 女儿已经准备好了 这东海龙王对我十分宠爱 不理政事 下雨的事已经全部交给我来处理 我故意拖着不下雨 现在已经天下大旱 百姓受苦 到时候天庭怪罪下来 不但会惩罚敖广义人 其他三海龙王也都得遭殃 那个时候他们兄弟几个关系变坏 更方便我们从中挑拨离间 一网打尽 雨仙 你这是来向本王邀功的吗 父王 明日就是东海龙王的首宴 四海龙王都会聚集在龙宫 雨仙 在 你准备好乾隆伞 在明天的寿宴里下毒 将四海龙王一并拿下 记住只能生擒 那小龙女呢 抓了四海龙王 小龙女就手到擒来了 女儿明白 最重要的就是集齐金水 银水令牌和四海龙王之血 等我可以恢复法力 练成九阴催神大法 冲破太昊正一气的前置 一统三界 此次的行动 关系到我妖族命运 要确保万物一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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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女 小龙女 怎么了 哪吒 还能想起本公主来啊 我有要紧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要说吧 我们来到地方见吧 水精灵 公主 我来帮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我是取你性命的人 大言不谈 谁取谁的命还不知道呢 哪吒 哪吒 你怎么还不来 哪吒 救命 龙妹妹 臭男杖 好久不见啊 小王 你也来了 龙妹妹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过是水剑之舞 被打乱了而已 公主啊 我的公主 公主啊 明日啊 就是咱们大王的寿臣了 王后啊 特地命属下前来 叫您回去 王后 我告诉你 整个东海只有我母后 一个人才叫王后呢 蛇姬她算什么人啊 还敢自称王后 属下失言了 失言了 还请您见谅 见谅 见什么谅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那个蛇姬 都没安什么好心 整天就知道 阿谀奉承我父王 是是是 那属下呀 就先告退了 是 陈堂关的旱灾 都这么严重了 你们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拜托 你就放心吧 哪吒我跟你说啊 我父王最疼我了 这样吧 我回东海去跟他撒撒娇 他一定就愿意下雨了 行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但你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的 这件事 我可是很认真 很认真地请求你的 行 好 这事就交给我吧 你没看我平时就很善良手信吗 所以这件事我也是认真的 没错 平时我就以拯救苍生为己任 这件事我也会认真帮忙的 没错 本精灵是MCC 好好好 谢谢你们了 你们真是够仗义 那你们一定要回去 好好跟东海龙王说说 我呢 就会陈堂关记后加音了 好 东海龙王到 好 公营大王 好 好 三位王弟有失远迎 大王 方才本王听到大殿挺热闹的 有什么好事 说来给本王听听 大王兄 小弟今日前来 除了给大王兄祝寿 还有一事 陈堂关一带九汉未雨 民不聊生 昨日 田廷已派下使官 到我西海 南海和北海 去调查了 竟有此事 允兮 本王记得之前身体不适 暂将私语之事 交给你处理 这 已可知情啊 大王 您应该是记错了 这行云不语之事 您不是交由丑宰相负责的吗 启禀大王 确实如此 奴婢亲眼所见 丑宰相在施语之时 有所懈怠 你们两个 不要看我大王兄年事已高 就蒙蔽于他 三王兄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大王正当壮年 难道三王兄认为 大王已经老到糊涂了吗 大王兄乃四海之首 日理万机 有些事情忘记了也很正常啊 就是 更何况本王 方才是跟王后开玩笑的 如今本王想起来了 私语之事 正是仇宰相负责 本王必定重重地惩罚他 大王兄可是 我问你 你们三位 到底是来给本王祝寿的呢 还是来指责本王的 自然是来给大王兄祝寿的 大王 这些天我们就别谈正事了 安安心心地 给您过一个寿即可 还是玉仙 最懂我的心意啊 是 三位王兄想必也累了 鱼姬带他们去休息 是 三位大王请随我来 我等告辞 玉仙 本王记得 行云不语之事 确实交给你处理了 大王 大王 最近不是盲于您的寿宴吗 这龙宫上上下下 都在为您的寿宴忙碌奔波 等这寿宴一完啊 我就让丑宰相去行云不语 如何呀 还是你对我最有心哪 对了 怎么这两天 全没见到龙儿的踪影啊 想必是汤王儿给忘了吧 汤王儿 连自己父王的寿宸 都给忘了 大王啊 就是太溺爱他了 这下您知道 谁最体贴大王了吧 快啊 快啊 快来救我们啊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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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侍小爷来了 放这什么事了 快快救救我们啊 快救救我们啊 救我呀 快啊 快求救你了 快救救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还在里面呢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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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着火了 快点着火了 快点着火啊 这怎么办啊 这怎么办啊 快点着火啊 等一下 前面房子着火了 这事只赶紧拿来救火 少爷 不行啊 我将军有令 这水是给灾民救命用的 不能乱用哪 现在都火烧没梦了 还捐什么令啊 可是要让将军知道了 放心吧 我爹知道我用水来救人 肯定不会怪我的 有什么事 我扛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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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水啊 快 你真是家中车吗 太好了 太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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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就是贪玩 娘 娘婶 我回来了 哪吒 你怎么玩到现在才回来 这脸上这么脏 娘 我今天可不是去玩的 我呢 我 哪吒 你怎么受伤了呀 天哪 快让我看一下 怎么伤成这样啊 我去给你拿药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没事的 杨婶你快坐 娘你也坐 哪吒 你这是摔了 还是跟人打架了 我没有跟人打架 你们先听我说 我今天可是大英雄呢 我从火海里就是一个小孩 你们知道吗 当时那个场面就是 火呼呼地往上冒 我想到没想 直接我就飞进去了 然后那个火 就烧上了房梁 房梁直接就倒了下来 我就拿手这么一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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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英雄 以后这种事情 先注意自己的安全 知道吗 知道了 娘 你放心吧 臭小子 来来来 将军知道该生气了 痛不痛啊 你让我吃口饭 我快饿死 你 你看看你这手 脏兮兮的 洗个手再回来吃 娘 先听杨婶的 把衣服换了 你爹马上回来了 快去 你欺负我 臭小子 这孩子 这小子呀 长大了 现在都会去救人了 他乖乖听他爹的话 就谢天谢地了 哪敢指望他救人呢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孩子呀 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我敢断定 将来长大以后啊 一定会有大征兮的 那当然 虎父无犬子嘛 只可惜他们父子老是不合 哪吒 相公 将军 哪吒回来了吗 回来了 再换衣服呢 他还有脸回来 相公 将军 哪吒 过来 爹 哪吒 跪下 我叫你跪下 我凭什么跪下 哪吒 你先别惹你爹生气了 先跪下来 道个歉再说 对不起啊爹 我错了 你哪里错了 我怎么知道 我哪里错了 不是你饶我归的吗 你放肆 好 你不知道你哪里错了 我今天就告诉你 你不在家里读书 就是违反家规 你拦截运水队伍 就是扰乱军心 你私自浓用清水 就是蔑视军威 你 你罪不可赦 不是你说的那样 我不听你解释 君记 就是有令必行 没有解释 哪吒 从今天开始 一个月之内 不许出府半步 否则的话 我打断你的腿 我不服 我明明在外面 做了好事 你凭什么不让我出门 娘 杨婶 你们说对不对 小少爷 哪吒 老大 先跟你爹道个歉 你爹心情好了 自然就能放你出去了 我不会放他出去的 相公 我还不用他放呢 我想走就走 没人拦得住我 你敢 我就敢 下来 去哪吒 下来 相公 你打我 你怎么能打哪吒呢 从小到大 他再怎么顽皮 你都没打过他呀 好 既然你看不上我 那我走 我没你这个蝶 哪吒 哪吒 回来 少爷 把他给我拦住 哪吒 哪吒 逆子 回来 我不回去 不让你这个爹了 你 简直是大逆不道 哪吒 你怎么能跟你爹 这么说话呢 娘 你看他根本就不给我 解释的机会 你问问他 何时把我当个亲儿子对待 你赶快束手救擒 服从命令 你一直都拿军机要求我 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儿子 哪吒 别走啊 你爹他没有怪你 小少爷 别走啊 就不 把他拿下 爹 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道理 我就是道理 把他拿下 滚起来 相公 将军 娘 杨婶 我走了 你要走 就不要再回来 哪吒 把门给我关上 是 哪吒 小少爷 你们两个站住 相公 将军 你 甜味 尽管 你 十年 你 就是 叫你 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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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龙儿回来 但王就开心了 父王 龙儿这几日 可没有闲着呢 明日是父王的寿宴 龙儿正在努力地 练习水剑之舞 是不是啊 魔王哥哥 父王 你看 我是不是越来越像 我母后了 大王叔 今天龙妹妹 在练习水剑之舞时 还遭到妖人偷袭了 对 什么 竟有此事 来 父王看看 龙儿可否有受伤呢 那倒没有 好在魔王哥哥 和龙儿的好朋友哪吒 及时赶来相救 那就好 那就好 大王 不如让丑宰相 跟着公主提神保护他 用不着你在这儿 虚情假意 公主 现在可不是 你耍脾气的时候 这宫中上上下下 都在准备大王的寿宴 你要是到处乱跑 走丢了 大王得多担心啊 走丢 我自小在这龙宫长大 怎么会走丢了呢 再说了 我本来就是公主 耍脾气很正常的嘛 我就耍脾气 就耍脾气 就耍脾气 父王 父王 你看哪儿 你欺负我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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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儿你也别生气了 王后呢 也是关心你嘛 大王 公主 这样辜负臣妾的好意 臣妾也不一 我更不一 我更不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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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吵了 别吵了 龙儿 龙儿 我们吃饭去啊 慢走 龙儿 这 怎么了 龙儿不愿意跟父王一起吃饭 父王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父王没有得罪龙儿 但是父王得罪龙儿 最喜爱的东西了 究竟什么东西 龙儿 赶紧告诉父王吧 就是外界的花花草草 虫儿鸟兽 还有龙儿在人家的好朋友 龙儿这么说 父王还是不明白 你能够详细地说明吗 禀大王说 龙妹妹所指的是 外界的旱灾之事 此时外界寸草不生 百姓几乎要一子而食了 二位啊 有所不知 近日西海 南海 北海 三位王兄 已经和大王生意过此事 大王啊 心里挂着灾民 想着降雨 等我们明日受验过后 马上安排诗云不语 降下甘露 缓解人间疾苦啊 正是 龙儿 这样 你开心了吧 开心 龙儿替民间万物 谢过父王恩泽 小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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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哪吒 怎么了 将雨的事怎么样了 我跟我父王说过了 我跟我父王说过了 但是明天是我父王的寿宴 等寿宴一过 父王就会派人 湿云不语了 那我等着啊 那我等着啊 小龙女那个臭丫头 一回东海就惹我生气 王后 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大帝交代的事情 已经办妥 妖兵 已经在东海四周 设下埋伏 只要过了明天 王后还怕那个黄毛丫头 再惹您不开心吗 相公 哪吒不过是年幼顽劣 再说了 他的性子你是了解的 他吃软不吃硬 什么吃软不吃硬 我是他爹 我还管不了他了 你是他爹 为何还要他一直管你 叫将军 还动不动 用军阀来制他 这岂能怨我 若不是你平日 有着他的性子来 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用得着对他 这么严厉吗 明明是你太过严厉 我才心疼哪吒 他何时扶过管教 现在依然是我行我宿 这是从你身上学来的 不可理喻 你怎么会来的 庇佛 你说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相公的问题 你没错 将军他也没错 孩子的事情 谁又说得好呢 都是因为啊 你们太爱哪吒了 可能哪吒 还没有真正地长大吧 这天马上要黑了 你说哪吒能去哪儿呢 好 你先别着急 我知道他在哪儿 我是找他 吃个东西 小少爷 快赶紧下来 上面多危险啊 杨婶 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哪次离家出走 不是来这儿啊 这次我是认真的啦 你要是认真的 你就不会来这儿了 你啊还是别费功夫了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回去了 真的吗 二人 老百年 你就怎么吃啊 不吃了 你呢 我都吃了 我最虚的 我都吃了 我才不回去呢 我又没有做错事 她凭什么打我 你看你杨婶 走了那么远的路来找你 一口水都没有喝 你再不跟我回家 我就渴死了 我哪里舍得杨婶渴死啊 那就快回家吧 杨婶 我知道我哪儿做错了 错哪儿了 今天我拿了爹 给百姓送的水去救火 虽说救下了房子 但是百姓却没有水喝了 小少爷长大懂事了 快 跟杨婶回去 我 我还是不敢回去见的 小英雄都长大懂事了 那老将军 他怎么会把这种事 放在心上呢 对不对 听话了 来来来 给杨婶回家 放开 我的孩子 放开 我的孩子 放开 我的孩子 以后我离家出走 不来这儿了 您总能找着我 杨婶 她们在干什么 应该是在祭祀龙王 应该是在祭祀龙王 只要遇到旱灾的时候 这里的村民啊 就会举行祭祀大殿 可是用童男童女当祭品 我倒还是第一次见 用童男童女当祭品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啊 用童男童女 喂给东海龙王吃 他一开心啊 这天上就可以下雨了 岂有此理 难道小龙女 他是骗我的 什么寿夜过后才下雨 根本就是借口 杨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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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只是这天哪 再不下雨 大家就都得渴死啊 就是啊 对啊 这很肯定没下雨 小少爷 咱回家吧 这事咱管不了 杨婶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去送死吧 哪吒少爷 天亮了 就是东海龙王的生辰 若是耽误了吉时 你耽耽不起啊 少爷 你们放心 我这就去找东海龙王 我就算是打倒东海 也一定把他逼出来 给你们教育 他跳得不错啊 他跳得不错啊 小龙女的戏法变得可真好 把我们大王 逗得这么开心啊 大嫂此言差一眼 这水剑舞 可不是什么平常的水族戏法 而是小龙女生来就有的天赋 只要心念一转 便可控制五湖四海 大江大河的独狱 这在龙族里面 也是绝无仅有 独一无二的 是这样啊 那纯确的眼光不好 看差了 常人说啊龙生九子 但本王没那个福气 就得了三子一女啊 这老大敖街呢懦弱 敖顺呢放荡 老三敖饼他又是那种 唯恐天下不乱的火爆个性 都不如我这个小女儿啊 她不但聪慧得体 而且能力过人 你知道吗 她出生的时候 观音大事还曾经预言 她将会是未来的水族公主啊 是吗 好 女儿助父王 威震四海 福寿万年 好 太好了 赏 来人呢 龙儿 父王 龙儿 这条水舞者项链 它象征着水族第一舞者的荣耀 本王现在就要将其赠给你 它能够在危机的时刻保护你 谢谢父王 来来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祝大王威震八方 无寿万年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凤凰 不愧是东海龙王的寿宴 够气派 哪吒 公主 哪吒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爹爹助寿啊 助他老人家万手无疆 一年吃一对童男童女 万年吃万对童男童女 年年都有童男童女吃 嚣张 你是何人 为何在本王的寿宴上胡言乱语 禀父王 他是龙儿跟魔王哥哥在仙月的童闻 换作哪吒 你就是哪吒 正是小爷 怎么 是你要是童男童女 嚣张 龙公大殿 岂能无礼 三王兄 这是误会 容我未问 你瞎说什么童男童女啊 小龙女 到时候你可是答应过我 说你父王寿宴过后 便会为人间诗云布语 可为何人间的百姓却说 要在你父王寿宴之日 祭祀童男童女 才能求道语 这其中有何惯例 不用我多说了吧 父王 父王 那定是人间的百姓愚昧 我东海地大物博 灵物仙草取之不尽 我要吃那童男童女 不知更好 那就麻烦东海龙王 跟我走一趟了 去陈堂关 被百姓诗云布语 否则 还真怕那百姓 激了童男童女 这寿臣吉时马上就到了 我东海龙族都在吵 你这时让大王 去救两个人间的孩子 岂不可笑 就是 简直荒谬 不过来者是客 来人哪 给哪吒赐酒 给大王助寿 放射 哪吒 我答应过你了 我父王寿宴过后 一定会去誓云布语的 若你们东海真有心向民 何必非要等到 双样过后呢 大王 我觉得这哪吒来医 并不单纯 她咄咄逼人 还执意要带走兽心 我看她不像是来求救的 更像是来挑战 我东海威严的 你们只图安逸享乐 丝毫不顾民间疾苦 今天 小月就砸了你的寿宴 看 作词封 作曲封 太狠心的 只不放过自己 明明一明醉圈 就眼下很多话 等一等着 爱就成远方 或许还能一起的 日子过去多深 平静的提醒不良 悲伤之道解除 翻试不信的连花 逃逃不清的芳芳 等着死下 也算爱不着 不痛不害怕 当沙漠连着海洋 等于要成熟后 那只不够 是爱呀 是爱呀 的表达 可是爱呀 怎么会疼疼 有谁呀 也不放下 不过天地之间 尽量 春天要追破万丈天药 也不后悔给你的理由 做出门 我 mínimo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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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是你 可能不想想想想想想想做事 2012年